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不太会做饭 在我们北京 黄花一般做的菜就是豆腐脑 那卤 会有黄花 没问题 今天我看您的身材 手头大长腿 您可以帮我们跑跑腿 我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炸坏了 跑腿行 怎么 老师表示受到了打击 我穿26寸五个裤子 算是 长肥肠一会儿 褲肠26寸五 裤腰也26寸五 帮的裤子 不是代表腿 其实咱们就不提 潘叔叔这个 这个 这个有时候带 像是小品 已经被大家所忠之 我们北京人没吃过 黄花醋那么多东西 在我的印象里 就是那个 黄花脆吗 那个 黄花脆那写着黄花脆 你真吃过 你假装吃过 黄花脆 能吃吗 我记得你养过小品 我记得你养过小品 我养过黄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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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脆 我养过黄花菜 我养过黄花菜 真挺脆 可以吗 好吃吗 来这个远昊 谢谢 又酥又脆 那什么黄花 那什么黄花水啊 这个是什么呀 看看这个 正气茶 这里边有黄花 这里边有黄花还是广告 食物饮料 它是有黄花的 甜甜的 还有点淡淡的黄花汁 这写着正人正气正能量 正气人和正气茶 你别吃你别喝了 你这种不太正气 我挺正气的 可以 你没有什么正能量 你不要喝 我这喝行 这边还有 你喝点吧 整治 你看这个山西大特 还有一个特产 就是杏 山西出杏 山西还出秀 这跟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跟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这都可以搭配 这是另外一个东西啊 他们还有一点 我们山西不光有黄花菜 他们怎么演的 他这不光有黄花菜 还有杏 还有煤呢 还有煤呢 还有煤 还有煤矿 山西煤矿多 我觉得杨卫老师坐在旁边 就像在听一个现场的相声 我们俩在旁边 跟跟跟一直在乐 您别走怼才行 不是 习惯 习惯 如果 我给你俩大叔出个题呗 你觉得山西出这个黄花菜 对吧 还出煤 这个煤跟黄花菜能搭一道菜吗 煤跟黄花菜 煤烧火呀 然后就不出黄花菜了 我刚想看 看吧 没错 还是我搭上 这个 这个 这个